邀请您和创作者们一起来参与这场国度的音乐盛事 我们连线到颁奖典礼主持人李明依 和我们来分享传唱之夜有哪一些特别的亮点 哈喽Amy姐 哈喽大家好 好开心看到你 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和传唱之夜 不只是颁奖还有诗歌发表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些亮点 好 这是真的很特别 因为毕竟是第一届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不只是让得奖者得到他们该有的荣耀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在现场呢 我们也安排了 如果能够在台湾的部分能够到现场的呢 就会帮他们录制他们全新的诗歌 然后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呢 我们也会播出他们的MV 所以呢 整场呢 其实是一场对于上帝的一个敬拜 也是集结海内外所有的创作者跟评审 以及我们 然后呢 跟观众一起来看一个 对上帝的一个诗歌敬拜的音乐会 所以是一个音乐盛会 那听说这一次有一半的评审和得奖者都不在台湾 甚至还有时差14小时 都在全部都在线上等着 没有一个人落下 可以分享一个您的观察 是什么原因让大家这么投入 我想当然这是第一次 所以很多人都其实就是很期待 也不知道就是真的是上帝要把我们把这个整个的音乐节目的带到哪里去 那再加上其实是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 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令我最敬佩的是我们的评审 那因为呢 这些的参赛者 当然呢 我们这次有18个国家 然后呢 有2000多首的投稿 那最后的这些的入围跟得奖的也非常的多 分布在那么多的地方 但是评审其实是很期待 能够见到这些创作者 就是呢 他们心目中的一个新的世代的诗歌的传唱者 所以我就是真的觉得 就因为这些评审他们本身呢 不管是他们在这个诗歌创作 他们在整个的我们的教会在世界呢 其实他们的名声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他们愿意从头到尾的参与 然后再加上时差 真的你知道你要知道 整个就是翻天覆地的 但是他们非常focus从头到尾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也很谢谢他们愿意这样子的来传承 他们的经验 然后呢 来鼓励这些所有的全新的这个音乐创作者 是 评审们全程的参与就是最大的鼓励 那Amy姐您从今年三月增见到现在 一直参与在当中 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动呢 对啊 我真的整个过程我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人 这也不只是一个团体 这也不是Good TV能够做到 若不是神的非常奇妙的作为 很难 尤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深信真的 就是从头到尾 他们在整个的这个投稿 然后呢 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复 哇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这个歌 到后来就是我们必须要 甚至于要增额 评审有很多的就是觉得 舍不得这么棒的歌 要值得就是被大家听见 鼓励的 所以其实 我也很激动 我知道就是说 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新冠疫情的时刻 反而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平台 无论你在什么样子的角落 就是你的 要敬拜神的那个心 都可以被听见 被看见 而且我们可以凝聚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除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其实呢 在我往后主持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 不断的为大家介绍 哇 真的可以感受到 艾蜜姐你非常的激动 而且非常的开心 太好了 谢谢艾蜜姐带给我们 这些抢先报的消息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观众朋友要邀请您 务必要锁定颁奖典礼 和传唱之业的播出